上师是否是佛 有人就说了 你叫我事实为佛 我是凡夫啊 我不知道上师是不是是佛 我很难判定上师是佛吗 是不是 所以主师大德 他都知道众生的信念 那就讲了 用经典论证 第一经典论证 观想上师 先观想上师 然后想以下的经典的意义 什么经典的意义 二思维序他讲 末法时代五百年 我将化身 我将化现教师身 心中认定为我身 对他生其敬仰心 这个二思维序 这个佛陀他讲 末法时代五百年 末法时代是什么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是什么 一万年 现在是两千五百多年 对不对 就是现在 末法开始五百年 释迦摩尼佛说 末法时代五百年 我将化现教师身 佛陀亲口预言 佛陀他不会 他自己再来 不会跟你视线 一样的释迦摩尼佛的像 他会说 以后有一个人 他就是在西印度海 莲花化身 他就是三世诸佛的金刚印化身 我叫我的弟子阿难 传授显教的经律给他 那谁啊 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大师就是佛陀 是不是 佛陀来讲 以后有一个法号有龙的人 他会来宣扬我的教法 谁呢 龙树菩萨 阿底辖尊者 人称释迦摩尼佛再来 也就是佛他再来 他不会一模一样 是释迦摩尼佛 是不是 所以他在很多的经序都有预言 在二思维序他讲 末法时代五百年 我将化现教师生 心中认定为我生 对他生起敬仰心 他说行者弟子众 你心里要认定那就是我 要心中认定为我生 而且要对他生起敬仰心 金刚藏序他说 本是金刚心 现象教师生 为利乐众生化作平常人 金刚藏序 保障户足 红棒大黑天 金刚藏序 这个就是他教法的本序 本是金刚心 金刚心是谁 金刚总尺尊 本来他的本质就是金刚总尺尊 无二无别的 但是现象教师生 他化现宣扬佛法的法师 现象教师生 为利乐众生 他为了要利益一切勇情 怎么样 化作平常人 他要实现平常人 在金藏他讲 建议听我言 建到利益的意 建议 建议听我言 到那未来世 我现法师像 我化教师生 他说 你想 建议 你可以明见 这么样殊胜的一些利益师 听我言 你要听我讲 就听佛讲 到那未来世 我现法师像 我化教师生 他会化很多的 这个如法俱得的教师 这个法师呢 来利益众生 等等 这些精绪指出 佛陀 以及金刚总尺 在末法时代 常常以普通人形象 视线 以方便 度化众生 因此 常想这些普通的法师 善导的法师 都是佛陀 金刚词的化身 对其生起 崇敬之心 他是说 你以经典论证 来破解 自己的 疑惑 无明 不清净的念头 所以当你 这个上师 这普通人 这个老头子 一直咳嗽 腰都弯了 脚都青蛙腿 为什么 长期念经盘坐 有的老上师 是不是都青蛙腿 脚都开开 欧型腿 对不对 你看他下座 都这样走 为什么 他从小坐到大 他都盘腿 脚就变醒了 所以有些老上师 到最后 他缺乏运动 是不是 他晚年 身体都很胖 很壮 这样 但是他的脚 已经不行 他都要人家 给他擦掉 不然就是坐轮椅 一直修法 所以有的人 本来对他 这个上师 很威猛的时候 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 身体健壮 很有信心 一旦上师 坐轮椅了 都要人擦 这有法度走 信心结 那他不是佛吗 佛怎么连脚都搞不定呢 连路都不能走 还叫佛吗 就是他会生出 这种下列响 油色的眼光 染灼的见地 就是他生病 你就要用经典论证 来破自己的无名 这祖师大德 在这里 已经教我们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